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号 那在今天呢 其实呢应该有一个大事情 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啊 发布的一个叫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从今天开始呢是正式的实行 这个事情啊 用最简单的一句话点评 肯定呢就是中国政府呢 在进一步加强这个互联网的言论的管控 中国的这个言论管控啊 没有最严 只有更严 这个呢就是过去现在啊 还有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趋势啊 只能是越来越严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是个头 中国最终会不会变成朝鲜那样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就取决于这个中国政府的努力 另外呢还有这个广大中国网民的努力 可能还有这个美国政府的努力啊 这三方面的努力 那就看谁的力量能够最终占一个上风 所以啊这个中国政府网信办的这个新规 大的趋势呢已经是确定了啊 它最重要的效果呢 是会加强这个中国网络运营商 还有各类的这些个社交媒体 像微博啊微信啊什么B站啊抖音啊等等等等啊 各类公司的这个自我的审查 各类的山帖封号管制肯定会越来越多 中国的网友呢肯定呢也会过得越来越不爽啊 这些呢都是肯定的 那到底具体会有哪些影响 狗哥呢还要继续的观察啊 也欢迎呢大家呢给狗哥提供一些信息啊 今天呢是新规的第一天啊 如果呢大家发现在网上啊有什么变化 狗哥呢是非常希望大家呢能够留言啊 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这个信息 今天呢狗哥呢想重点聊一下孙杨这个事情的一些后续啊 另外呢还想把这个孙杨的情况啊 和另外几名这个中国的体育明星啊对比一下啊 从他们的这个经历里啊 大家呢就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啊 就知道怎么处理跟中国这个体制的关系啊 先说一下孙杨 这两天这个孙杨的事啊 大家呢应该是都比较清楚了啊 狗哥呢在去年作为一期有关这个孙杨的影片啊 当时的结论你拿出来放在今天放在现在也完全适用 概括起来一句话 孙杨啊他应该是最近五六年 这个中国体育界的一哥啊 最知名的这个男运动员 但是他就是这个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 培养出来的一名巨婴啊 巨婴看起来很高大 但其实呢 他是个婴儿 不是一个跟他的这个年龄相匹配的这个成年人 那这样的一个巨婴 一旦放在这个成年人的这个正常的世界里 他马上就出问题了 这个呢就是最近这两天发生的这个事情的本质 就是这个孙杨呢 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是判决禁赛八年 那他作为这个游泳运动员的这个体育生涯肯定是完蛋了 虽然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个主流的论调都在强调呢 孙杨的已经是上诉 想推翻这个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这个裁决 但其实就是这个瞎子点灯白费辣 他推翻这个裁决的可能性太小了 微乎其微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呢这个孙杨肯定是完了啊 狗哥说这个呀 不是这个落井下石 其实呢对于每个人狗哥呢都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 那对孙杨呢也是啊 孙杨呢才这个29岁 1991年出生的 虽然作为这个游泳运动员 他的职业生涯呢肯定是结束了 但是呢作为一个人来说 他的人生啊其实才刚刚开始 所以呢狗哥呢是真心希望 孙杨在结束这个运动员的生涯以后 能够在以后能够这个平平安安的 甚至说呢再活出一段这个很光彩的人生 这个呢是狗哥的真心的希望啊 所以呢狗哥呢不是落井下石 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这么落井下石了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希望归希望啊 祝福归祝福 在这个美好祝愿的同时啊 狗哥呢也必须想说这个狗哥呢不看好 孙杨在以后要走的路啊 因为呢他是一个巨婴 中国体制制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巨婴 除了游泳 他基本上什么都不会 不擅长跟这个中国最真实的这个社会来打交道 跟中国以外的世界 他更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去打交道 所以呢狗哥呢是很不看好 他的以后要走的路 那这个游泳运动员 他的以后呢肯定是干不了了 那做这个体制内的官员怎么样 其实呢孙杨呢已经算是这个中国体制内的这个官员了 他是在去年呢被任命为是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训练处的副处长 但是呢这个中国大陆的网友呢应该都清楚啊 你要在中国的体制内打拼想升官发财 那得需要什么本事 第一个你最好呢得有个好爹啊 有个好爸爸对不对 这个呢是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 如果说你生来很不幸 没有一个靠谱的爹 没有一个很牛逼的爹 那你至少这个做事呢要圆滑 要会这个看风使舵 而且呢要心狠手辣 这样呢你才能在中国的体制内啊混得比较好 如果说你没有这些条件 那你在这个中国的体制内啊 比如说在政府内当公务员 或者说是在什么事业单位 在国企 那你最好啊就加起尾巴当孙子 这样呢至少能幸存啊能依靠这个体制存活下来 但是这个孙杨的情况啊狗哥刚才说了 他呢就是一个巨婴除了游泳他什么都不会 大家可以想一下他以前搞出来多少个麻烦 无证驾驶 大教练 各种口无遮拦对不对 那这样的一个人 你在中国的体制内啊 狗哥可以肯定完全混不开啊 完全没前途 所以呢狗哥可以肯定啊 虽然孙杨从去年开始已经是什么这个副处长了 但是啊也就这样了 以后啊这个副处长的帽子也未必能保得住 那孙杨能不能离开体制 就像有些网友说的啊能不能进军娱乐圈啊 做一个娱乐明星 毕竟他是曾经的这个中国体育一哥 在中国呢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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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粉丝啊 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优势进军娱乐圈啊 华丽转个身 但是呢狗哥也必须要说这个娱乐圈啊 其实跟中国的体制内他是一样的 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势力 你能拿金牌的时候 大家都愿意捧着你 甚至说呢巴结你啊 众星捧月 让你感觉呢自己是上帝 但是呢一旦你拿不了金牌 就像这个孙杨现在的情况 你作为这个游泳运动员啊 肯定是完了 以后呢根本就不能参加比赛了 那这样的情况 不管是体制还是这个广告商 还是以前曾经巴结过孙杨的这个娱乐圈 他们呢就会马上变脸 体制内的这个领导啊 从你身上拿不到政绩了 不能升官了 不能发财了 那怎么还会理你 对不对 那广告商娱乐圈 从你身上也赚不到钱了 那肯定呢也不会再理你 所以呢不管是体制 还是广告商 还是娱乐圈 他们马上啊 就会转变视线 去寻找下一个孙杨 去寻找这个新的孙杨 所以呢你这个老的孙杨啊 肯定就完了 现实呢就是这么残酷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发的这个微博啊 胡编说 我们支持孙杨依法维权 但是无需让这种支持变成一种和国家荣誉相联系的情绪和战斗 这是孙杨本人以及国际永联与世界反兴奋纪机构的严重纠纷 不应视为中国受到的挑战 孙杨曾经获得奥运等多项国际大赛的冠军为国争了光 但我不主张把孙杨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国家的荣辱 画等号 这个胡锡进胡编的话呀 总是显得很理克中 但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在主张中国的官媒 中国的这个体制要及时和孙杨进行一个切割 其实呢就是要抛弃孙杨 这个呢就是中国这个体制很残酷的这个本质 过去多少年啊 差不多最近十年吧 中国政府呢 中国官媒啊 其实是一直在大力的这个捧孙杨 拿孙杨给自己脸上贴金 说这个孙杨的是中国的骄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是孙杨给华为手机做的广告 这广告词就是孙杨中国的荣耀 结果呢现在眼看这个孙杨彻底完蛋了 胡编呢马上就跳出来说 孙杨这个时候不代表国家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中国体制那种很典型 很荒唐的这个思维啊 比如说这个毛泽东思想都是对的 都是正确的 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但是毛泽东本人的一些思想 一些想法 比如说发动文革 是不对的 不正确的 这种思维模式啊 其实就是一种很诡辩的 很荒唐的这种思维的逻辑 所以啊在狗哥看来 这个孙杨啊肯定是完了 狗哥呢刚才也说过 狗哥呢是真心希望 他的以后啊 能够平平安安 甚至说呢 能再开创一个这个很光彩的人生 再让华为去巴结他去做广告 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啊非常非常小 除非孙杨从今天开始能够喜心革面 能够认识的自己就是一名巨婴 能够真正理解 为什么以前那么多的外国运动员 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合影 都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不要再整天把国家挂在嘴边 只有他真正想明白了这些东西 那他呢才有可能啊有一个东山在起 接下来呢狗哥呢要拿另外两名这个中国的体育明星 跟孙杨呢做一个对比啊 首先一个是姚明 这个孙杨之前的中国体育一哥的人选啊 可能这个中国的网友呢会有争议啊 到底是姚明还是这个刘翔 中国的官方媒体捧这个刘翔捧的更多一点 但是呢狗哥认为啊 这个孙杨之前的中国体育一哥应该是姚明 这个刘翔的情况跟孙杨一样 完全就是这个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造出来的 所以呢在这呢狗哥就不多说了 那刘翔现在是不是没多少人关注他了 孙杨接下来的情况也会是这样 姚明他跟孙杨和刘翔最大的区别 那显然这个姚明他的这个主要的职业生涯 运动员生涯是在美国度过的啊 他是这个打NBA的脱离了这个中国的体制 中国的网友呢应该都公认 这个姚明的职业生涯啊是比较成功的 他当然是没拿过这个NBA的总冠军 但是呢作为一名华人 他在NBA的成绩啊已经算是这个很成功了 同时呢姚明在商业上也比较成功 在美国有很多投资啊餐厅啊酒庄啊这样的 他在中国收购了他的这个老东家啊 这个上海大鲨鱼 这个CBA的球队当了球队的老板 所以呢他在商业上是比较成功的 在狗哥看来姚明唯一的污点 就是去年的NBA莫雷事件啊 火箭队这个总经理莫雷发推 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然后呢姚明担任主席的这个中国篮协就马上反应 停止跟火箭队的一切的合作关系 对火箭队呢进行惩罚 狗哥认为啊姚明本人 他肯定是非常理解莫雷这个事儿 毕竟姚明呢在NBA啊打了那么多年的球 他不会不知道言论自由这个NBA的文化 但是呢由于他已经是这个中国篮协的主席啊 在中国的体制内做官 所以呢即便是他理解NBA的这个事儿 那他也必须出手 用中国体制内的思维来处理这个事儿 但是呢狗哥认为姚明呢其实还是有底线的 去年莫雷这个事儿在狗哥的印象里啊 姚明是一直没有公开接受过媒体采访啊 除了这个中国篮协的这个官方声明 他应该的是没有在媒体前面公开批评过莫雷啊 批评过这个火箭队 这个呢就反映出了他的这个底线啊 他在这个中国的体制内当官 中国来一些主席出了这个事儿 他就必须表示啊要把国家放在前边 这个呢很容易理解 但其实作为姚明本人 他是理解莫雷和NBA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文化呢 所以呢他也不会搞得太过分啊 这个呢就是姚明啊很成熟 但是呢他现在在中国的体制内 就不得不说一些这个违心的话 这个呢是姚明啊 狗哥今天要对比的另外一名这个中国的体育明星是李娜啊 中国的这个前职业网球运动员 李娜呢可以说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一个反叛者啊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 李娜是正式脱离了中国国家队 开始这个所谓的单飞啊 就是自己打球 自负盈亏 可以自主决定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各项的这个网球赛事啊 只需要把这个赛事的奖金 如果他去打球拿了奖拿了奖金 把这个奖金的8%到12%啊交给这个中国政府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单飞 那脱离这个中国体制以后啊 李娜他就走上了这个真正的职业化的路子 然后呢就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有两次这个获得大满贯赛事的冠军 还有两次获得亚军啊 她是这个第一位获得大满贯赛事冠军的这个亚洲的女性球员 最后呢是以排名世界第六的这个身份退役 所以呢从这个职业的成绩上来讲啊 李娜比姚明更成功 而且呢 李娜呢不管是在职业里 还是在生活里 还是在人品上 可以说呢是没有任何的误点 那李娜为什么会这么成功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狗哥认为就是完全脱离中国的这个体制 跟世界完全接轨 这个过程呢就让她成为一个这个正常的人啊 不再是这个中国体制里边的巨婴 李娜呢她曾经是被中国的官媒不止一次的批评过 包括这个人民日报啊 大家可以想一下被人民日报批评啊 这个呢是什么感觉 那人民日报为什么会批评她 就是李娜说了啊 我打球不是为国家 她的原话是啊 说我为国家打球帽子太大了啊 我只能代表自己 还有好几次这个中国官媒的记者呀 CCTV在采访李娜的时候啊 故意诱导她 希望她说一些爱国的话 但是呢都被李娜识破啊 李娜呢就是不愿意说啊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李娜的可归之处啊 他完全脱离了中国的这个体制 就成了一个正常人 为自己打球 追求自己的梦想 然后呢就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也成为这个很多国际同行都很尊重的这个运动员 那跟李娜比一下 整天把这个国家挂在嘴边的孙杨啊 说什么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是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国家 日本国分很难听 那像孙杨这样呢 一直待在中国体制里边的巨婴 有今天的这个结果 狗哥认为呀 一点都不奇怪啊 所以呢 大家呢今天就可以明白啊 像孙杨这样呢 一直待在这个中国体制内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像姚明这样呢 基本上摆脱了中国的体制 但是现在呢 又回到中国的体制内做官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还有就是像李娜的这样的 完全脱离中国体制 完全不跟这个中国体制打交道 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